大陆外交部长王毅美东时间28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 除了对巴勒斯坦和乌克兰战争表达立场外 王毅再度重申 台湾问题没有模糊空间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 开洛学研波斯坦公告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 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王毅表示53年前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 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在联合国唯一合法代表 还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此话一出我国外交部随即严正谴责 痛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内容 既未提到台湾也未确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更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台湾 该决议与台湾无关 更没解决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要求大陆停止误导国际视听 也都要贯彻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狗义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 同一时间中共建政75周年前夕 大陆政协主席王滬宁邀请2000多名港澳台湾桥界代表 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 王滬宁强调大陆将贯彻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势力 将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TV别新闻综合报道